大家好 我万万没有想到 把一个土豆放进微波炉中 瞬间变美食 出锅全家老少都爱吃 做法简单 美味又营养 就连新手也能一看就会哦 下面我们跟着视频看一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个小火皮的土豆 放在案板上面 先改刀给它切成薄薄的厚片 厚度大约是0.5就可以了 接下来再给它切成0.5宽的条 最后我们给它切成小丁 土豆丁全部切好之后 装在一个白色的盘子中备用 然后另准备一只小碗 箱里面加入一把我前年冰箱保存的豌豆 再加入一把新鲜的玉米粒 然后再准备适量的青红椒粒 所有的食材全部准备好之后 我们给它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我们锅中加入清水烧开 加入一勺食用盐给它入个底味 把我们切好的土豆丁放进来给它焯下水 我们把土豆丁给它焯至8分熟 捞出来之后看一下成透明状 像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给它捞出控水 接下来焯土豆的水不要倒掉 然后我们把豌豆玉米粒青红椒放进来也给它焯一下水 焯水的时间不易过长 我们给它焯至变色就可以了 然后给它捞出控水 再给它放到凉水里面过一下凉 这个时候再把我们焯过水的土豆丁 放到一个漂亮的盘子里面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只漂亮的小碗 箱里面打入三颗母鸡蛋 加入一勺食用盐 一勺白色的胡椒粉 然后再加入200毫升的纯牛奶 接下来我们用筷子充分的给它搅拌均匀 搅的时候记得给它多搅一会 最后我们一直给它搅拌至用筷子调起来成拉丝状 像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找一个蜜露 给它倒在我们的土豆丁里面 接下来再把我们焯过水的玉米粒 豌豆粒和青红椒给它均匀的撒到上面 最后上面再给它均匀的铺上一层芝士碎 好了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给它放入微波炉中 接下来我们把盖子给它盖上 选择功能键3蛋糕模式 启动 再选择量费的重量 然后再点开始 时间是12分钟 好了之后不用焖 就可以直接享用美食了 时间到了之后我们不用焖 然后打开盖子看一下 哇太香了 而且也非常的漂亮 一股浓浓的土豆的青香味扑比而来 接下来我们戴上手套给它取出来 看一下这个颜色 漂亮不漂亮 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增 好了像这样一盘非常好吃 又营养的土豆披萨就制作完成了 当上桌就可以给家人美美的享用了 颜色非常的漂亮 满屋飘香啊 看一下 特别的拉丝呀 一股浓浓的土豆的香味扑比而来呀 现在给大家尝一下 哇真的是太好吃了 一口下去 有土豆有鸡蛋有牛奶 有青椒红椒还有玉米粒 营养真的是太丰富了 每一口都是咸香味美又拉丝呀 大人小孩都特别喜欢吃 每次土豆这样做 上桌全家都抢着吃 连烫汁都不剩 比外面买的披萨还要好吃十倍哦 关键是自己在家做的干净卫生安全领添加 保证让你吃一次就念念不忘 吃上每一口满满的都是营养啊 原来把土豆放到微波炉里面 出锅居然这么好吃 做法简单美味又营养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 有时间做给家人尝尝吧 好了 今天的美食就分享到这里了 大家如果感觉我的视频 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麻烦逗逗你发起的小手 帮我评论转发支持一下吧 非常感谢你的观看与支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下个视频再见